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中终于算是圆满落幕了 谁的得奖感言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我想最佳男配角奖项李罗这个 应该是其中之一啊 到底得奖的那天晚上 他们一家子是怎么样度过的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是不是不只有一个 一个很努力很努力的女人呢 来 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得主李罗哥 大家好 我是李罗 还带来了一个小李罗在你的身边啊 儿子隆隆 欢迎你 大家好 来揮揮手 超可爱 根本就是爸爸的翻版嘛 还有最美丽的人妻熊佳姐 佳姐 欢迎你 还有一位特别从高雄 为我们北上的熊妈妈 也就是龙哥的怨母 先来讲一讲吧 那天啊 你的那个得奖感言 真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老婆 给我一点奖励 那天晚上到底奖励了没 那天啊 就是 喝醉了 哦 儿子在旁边爆料 大家有听到吗 你再说一次爸爸怎么了 爸爸喝醉了 爸爸喝醉了 所以 那天一并庆功嘛 然后庆功就是因为王君王大哥 就办了王阿淑好几桌 然后大家先吃完 吃完之后又去别的地方喝 喝到真的醉了 因为你想想看 因为得奖是多高兴的事情 每个人跟你喝一杯 你一个人就要喝几十杯了 所以回来以后 什么奖励就算老婆准备好了 也拿不到了 我是非常有那个兴致啦 可是因为也累了 老婆也太忙了一整天了 然后她也我不忍心中已经 我回到家还把她挖起来 都于心不忍 其实那天你搞不好准备好 给她抽奖啊 看是鸣谢会顾还是再来一次 对啊 还是下次再来 因为她在节目上面这样讲 害我觉得很尴尬 因为呢 就是我们邻居 看到我就问我说 另一样得金钟奖 你有没有给她什么礼物啊 该给人家礼物要给人家 真的是够八卦 连左邻右舍都在替你着急 对啊 那除了她所要求的这个 没办法啦 因为喝醉啦 有没有后来 在准备什么样子的礼物 好好的慰绕她 所以后来的 有个下午 有突然间想礼物 蛮好的 开心吗 浑好 浑好 所以觉得这个讲得的实在是太赞了 赞赞赞 不过我说夫妻俩啊 那个个性真的是截然不同 这是骗不了人的 你那时候一得奖 站起来第一件事情是抱她 想要亲她 很明显那个动作 揽过来 要亲嘴巴 她避开了 你有没有发现 她只让你亲亲小脸蛋 对啊 你当下的反应咧 我是觉得 有什么关系 就 这么高兴的时候 这么高兴的时候 有差别吗 亲哪里不是都一样吗 重点就是要亲下去表达你对她的感谢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那一刻是很棒的时候 就突然间 就看到她在那里闪躲 家姐你是怎样啦 被吓到了 我想很少人会像佩珊姐看得那么仔细吧 没有每一个观众都看得非常的仔细 都看得出来她想要更热情的 甚至于拉姿都不开除 对全球华人都看到了 其实是有点害羞 对不好意思 所以你们两个平常夫妻的互动就是这样吗 你热情如火 然后她比较害羞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没错 因为我随时都很有冲动 没有爆发力 然后她每天就是在跟我打永春拳 我只要靠过去她就 闪一下 她会随时帮你挡的 很难进她的身 这么的不直接 还是说像这样子的美女只能远观不可 没有 只能说家教圣言 所以必要的时候她也是很矜持的啦 对啊 常玩到最后好像很怪 所以你也是要很紳士的要尊重 对啦 总不能每天都这样 不过再谈谈这个奖啦 说老实话 你那天得奖自己真的觉得很意外吗 我讲实在话 当然是要讲实在话哪有说假话的 我连得奖的感言都那时候 当天去都没准备 我到了就是他们在那个什么 三口评是吧 对他们就是 彭哥 彭哥跟 曾国臣 跟晨晨 然后还有 LONO 他们在 三个人在 在讲戏剧 对 戏剧表演的那一段 对他们脱口秀那一段 后面就要搬我们了 我就想 万一真的是我咧 有没有可能啊 那我想 那也不行啊 至少要 先稍微准备一下嘛 对不对 所以好 我要看因为那天了 那个时间超延期的 非常已经超出太多了 所以每个人的感言也不能讲太多 所以我想那就是感谢 就是感谢 那除了感谢以外 那是基本的 大会 然后制作单位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 然后加上那个 我家人就差不多这样 你那天真的已经尽兴了 面面俱道了吗 有没有谁 你后来想一想 哎呀好遗憾哦 怎么会漏掉了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补奖好不好 补奖啊 其实真的补奖是 我到最后才提到我妈 因为是没有时间 对 因为我妈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对 怎么说 在于你的戏剧之路 对 当你的推手吗 我以前 以前在进入演艺圈之前那条路是比较黑暗 那个黑暗的路走过去进演艺圈 我也是因为我妈我才重凉呢 那既然重凉 可是我妈从头到尾就很支持我 她的支持是一种 明知道这条路不好走 我也知道不好走 然后约束在 哪个新人进演艺圈 马上很好什么 不可能 一定是要经过一番历练 哇 而且那个时间 所以演艺圈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做努力的人啊 不一定成功 还要藉由一点运气 或者是贵人的扶持 可是你真正成功了的人 你一定努力过 很努力过 所以你这样算起来投资报处率 不一定成功 对 等你拿到奖那天 对不起我从 从拿到那个奖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 是不是这样子 对 那这二十几年以来 真的就是 真的我妈是无怨无悔 你说你以前进入戏剧之前 曾经走岔路 对不对 讲难题一点是误入歧途 你最坏的时候 或者是做过 最让你老妈伤心的时候 是什么 能够分享吗 怎么说呢 有没有让妈妈为你 彻夜都在痛哭流涕 一直在想儿子怎么不学好 我最离谱的东西 其实就是非常不好的 非常不好的事情 因为人一定要有 你要懂得孝顺 不要伤父母心 我以前是因为常在外面 就是打了沙沙的 我就曾经可以 就是我朋友打电话来了 他在外面也出事情了 出事情 然后我从我家出去 可是我家里没东西 我就从家里来 把菜刀就出去了 然后从客厅走出去 我妈就在客厅 我正想说 我大概这碗汤喝第三口 所以就开始喝 喝第一口 第二口正要喝的时候 我老婆直接开门 我们要结婚了 对 对